大家好,我是队 今天今天我们的拳黄雷尔风 再起207版 实际上,这一场还是镇天城对着帽子 我们镇天城开场选出了一个比较皮的人物 夏二米 空中灯一个CD,再灯一下 哎,红丸飞加这段难受 现在夏二米开上一个BC 接一个暗黑雷光拳 打他只剩一滴血 一滴血的时候看红丸还能不能爆发出来 哎,联系的前红丸又空中一个CD 直接Lose 其实红丸想跳起来又打一个 打一个重腿逆向呢 夏二米早已经识破了 第二场看帽子的温丽莎出场 哎,这楼下再勾一下 最后接大招 打点太低了,没有连上 而且温丽莎连到一套机会 现在BC取消机开起来 其实是想防蹲防的 但是没有防住啊 结果被迫蹲防 一套大招应该差不多了 哎,没有接上大招 反而给了夏二米一个机会 夏二米看到没抓到这个机会 跑一个BC开暗黑雷光拳 现在血量都不是很多 我们来看双方 现在血量都差不多 哎,他们商量好 开始赌命了 来看这个赌命大招再次 现身 召唤雷电 这把劈到谁 哎呀 夏二米为什么每次运气都这么这么的差呢 不是劈空 就是劈到自己 就是这么劈的一个大招 下面来看 暂停着东罩出场 后者CD 到一个青腿 双方向下之后 我们来看东罩还想快速闪现 但是夏二米也是快速接上招了 接上招就开BC 东罩快速闪现之后 再靠一个青手 看夏二米后续怎么办 闪身闪身 轻手加倍速攻击杀 我你杀 已经撑不住了 来看下一局吧 下一局 看这个帽子的草蹄精出场 他们草蹄精 这次能不能秀得起来呢 闪身之上没有连住 东罩这个极度疯狂的角色 肯定不会让草蹄精 这么得逞 重腿摸BC 重腿摸一下 荒耀队 他还是中招了 没办法 又是一阵取消剂开BC 跑跑过去生路反摇 连续的生龙 取消 连续四次 连续五次 这样的话就应该接不上大蛇屁了 让我们看东罩 能不能找到机会 确凡给他一套必杀 闪身飞机 后撤一下片队友上当 草蹄打一个逆向之后 东罩还是连上招了 现在生龙取消 生龙取消 连续生龙取消 对手给一个必杀 居然没有倒出来必杀 没有气 进攻 没有倒出来皮杀情况下 看草屁该怎么操作 从这点下盘空着风的一下结束 大家来把点赞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